YOU hierarchically YOU大家好 我是小雷武 歡迎收看各位影片 現在來玩的境法 很明顯 而大家所見的是 是空之 開始進入遊戲 多謝大家 上集講完之後 非常多朋友再加好友 但是我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發現遊戲真太多了 我是加不下 大家 那我已經火金了,那就是為了去加打好友 那但是,啊,始終都是不能夠無聊期地加下去 所以暫時呢,我就先加只是無屬性的朋友先 那加完之後呢,再有空位呢,我就會再加大加的 因為我其實現在下機就不夠用了 如果我呼喚一下,有下機的朋友的,加我 下機就OK了 所以我覺得啦,下機應該是保護神吧? 我估計那個系列暫時,我覺得目前最... 比較實用性比較廣泛的啦 我自己覺得 多加多些下機,欸,我已經達到好有上限了 我先衝一下 今天呢,其實想教大家一個小秘技 那這個小秘技到底是什麼呢? 那就隨便選一個隊員,隨便打關 那這個系列非常重要,因為可以免費獲得主角的進化素材 那你要做的呢,就是非常簡單的 我現在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怎樣獲得主角的進化素材 而且是免費呢? 哼哼 大家可以細心一點看看 要不停地LIKE,沒錯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去打我 YES! 死了啦 嘩! 這個系列非常重要 確定這個時空石復活取消 一定要不復活 離開戰,失去所有戰利品,沒錯 這個就是你要做的事 只要你達成這個條件之後 有神秘的事情將會發生 我相信將會發生的 見不見? 有一個隱藏的任務 其實不隱藏大家看得到 不過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會看 這個任務就是 當你戰敗一次之後 就會獲得主角的 屬性 種族 的進化 和強化素材 是免費的 所以呢 用體力換 但是是值得的 因為這個素材都 難拿的 那我們看看拿到什麼素材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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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四個呢 就是他們的進化素材 後面那個就是強化 這個拿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 這個究竟是怎麼讀的 哈哈哈哈 這個名字不懂得讀的 水煮 不懂得讀 我先查一查 好了 今早我這樣就可以幫他進化了 嘩! 進化真的好多喔 臭鬼 你看 不錯 不錯 那我們可以將他進化了 水煮 四星 皮尼趴啦 不知道有沒有多一個隱藏的 呃...任務 就是說 會不會再次再次有五星的素材 又有了 嘩! 嘩! 成功了 Heroic 好!五十多滿的 分享繼續 好啦! 那我們再看看 他究竟有沒有其他隱藏的 說再次再次有五星呢? 嘩! 沒有喔 咦!有喔! 噢! 今次戰敗之後呢 就可以畫到虛空元素了 六個 耶!耶!耶! 所以大家 分享了小秘技給你 記得 快點用 快點進化你 是主角的真強力的實力 那我繼續進化我的 水煮啦 那我剛才是打完更加任務 今天是打水更加任務的 那呢 那就可以立即進化到五星了 上張去 主角實在 太猶人了 哇! Smells sane 我超 require 超強 衝衝衝衝衝衝衝 weah! 哦!二百百百百百万! 好吧! 人品 第一次 直接上50拿 卡丁 他就好 哈哈哈哈 難得擊 突然間水煮MAX了 幸福來得太突然 我還是要用這些素材 唉 如果要送我就好啦,又要打 哈哈,懶得打 好啦,那我今天這段 小教學呢 小分享就到這裡啦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LIKE 分享你的朋友,一起共享這個 小秘技,OK 我們快點把主角升到五星好不好 下次回來再見,拜拜